哈喽大家好 我是老郭 我是小郭 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发现 反正我跟小郭是发现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就是说自从我们俩有了二白之后 好像把大白有点太冷落了 给二白又是装饰 又是增加装备 结果好像大白好久好久没有添加过什么了 那么在近期 我就给他添置了一个新装备 这个新装备就是七十脉智能记录仪魔方A400 一个行车记录仪 因为老朋友都知道 我这是个二手车 老车主装了一个 后视镜的这种行车记录仪 结果它早就坏了 我手上没多长时间就花平了 然后我跟小郭迫于经济上的压力 一直是用我们一个这种运动相机在这凑合着 结果运动相机只有前面录像也没有后面的 而且它不是一个专用的行车记录仪 用起来并不方便 所以就准备把它们俩都给淘汰了 把这个给装上 就是一个简单的卡片机的设计 好小啊 那是 然后前面的摄像头就是可以调整的 可以360度旋转的 对呀 大概就是往这个位置 直接一贴 然后摄像头自己调整 就算结束了 但是呢 人贵有自知之明 我的动手能力是什么水平 我呢就不想挑战我的软肋了 因为我是想把我原来布的 车里面布的这些线全部撤掉 用它专用的线把它装上 我这些专业的事就让专业的人来做吧 所以我跟小哥就商量了一下 走找一个汽车装潢店 让人家三两下就装好了 省得我往折腾了一整天 最后还装不好 那就尴尬了 而且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呀 师傅把线布好了 现在老郭把机子给装上去 最重要的一步肯定是我自己来 把前面的镜头再调一调 然后再看看后面 完美 好清楚 我们把70麦新车记录仪装好之后 刚才已经在路上进行了路试 总体来讲 非常满意 第一点就是说 它可以跟手机APP直接连接 连到它的WiFi上面 然后手机可以直接设置它 可以直接查看它拍出来的照片啊 音控制特别灵敏 我都不敢乱说 来展示一下 我要拍照 我要录像 开始录制紧急视频 这个功能对于小郭来讲就更实用了 因为小郭就是作为副驾就是那种上车就睡觉 下车发个尿 到了地方拍个照 一问啥都不知道 滚蛋 就是这种 那 他在旁边睡觉的时候 我开着车 遇到了比较好的素材啊 遇到了美丽的风景 我就直接让他可以录了 小郭就可以解放了 对吧 他前面这个摄像头是140度广角 后面那个摄像头是130度广角 也就是说在我开车的时候 他能完整的帮我记录 组中有三个车道的视频 至少三个车道我觉得 而且七十脉 新车记录仪 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个功能 是他可以紧急录制 我已经把他的灵敏度调到了最高 就是说我要是紧急刹车了 或者我把别人追了 或者别人把我追了 就是轻微的跟一下 对 然后他的视频就保存成了紧急视频 这个紧急视频 跟我们平时拍的这个视频是不一样的 它是单独保存 不会被在我行车过程中 长时间的被前面的视频给覆盖 这就可以永远的作为视频证据放到那了 把这个七十脉行车记录仪 给我们大白装上之后 我们大白是不是也开心了 我们行驶在路上也安心了 所以朋友们 在路上要是碰到我 你离我远点 我这可都是真真正正的证据 你知道吗 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以后的路途就安心多了 走 出发 找点吃再见 谢谢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